台北市一共有89座天橋 如果加上剛剛衛花博做的 中山北路的天橋就有90座 那這種人形路橋其實是過去 人要讓車輛的時代的產物 那現在觀念進步了 天橋其實也沒有人在用 那89座天橋裡面 有些甚至於使用力不到1%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面對了新時代 天橋其實應該要有超越的觀念 做一個總整理 如果是完全沒有用的 或者事實上已經朽壞了 那應該要怎麼處理 另外是不是通通拆掉 還是可以比照像美國紐約麥哈頓的 Highline Park 也有一種空中的一種花園觀賞 或者多利用的一個空中的一個平台 其實也是可以發揮創意的地方 那像現在我們站的這個天橋 其實使用力是滿高的 在腳上來說 可是我們看到 維護的竟然是變成一個鐵板朽壞 那人形通過有危險 甚至於有一些地方 積累到已經長青苔 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有超越的進步觀念 一方面我們要步進其用 再一方面有在使用的天橋 為了讓使用人的安全和方便 也應該要維護好 所以我說執行力最重要 執行力規劃力 才能讓台北市民的納稅錢沒有白花 也讓台北市民不只是汽車的通行人 應該有權利 汽車的使用者要有權利 行人更要受到尊重 這是我當市長要努力來做的事 謝謝大家